如果说白天的大佛广场在蓝天白云的映尘下有显端庄大气 那么一晚的大佛广场更是把弥勒净土的佛家仙境体现得淋漓尽致 周星莲花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光芒 与树上的满天星四周的宫灯地灯焦香灰映 整座广场宛如流光溢彩的星河 寻着八根阿玉王柱通透成车的光芒 踩着地灯铺旧的路面缓缓走向山门 真是满满的仪式感 穿过阿玉王柱便是弥勒未来佛的座际了 栩栩如生的九头鸟助力在喷泉四溢的彩池中 仿佛随时准备着再佛而去 镇刻着人间净土的山门庄严微额 跨过了这座大门 那就是一边尘世一边佛国了吧 充满禅意玄机的灵云六度 是人间通往佛门的六善法门 第一重门 不失是舍得 第二重门 持戒是明了 第三重门 忍辱是忍耐 第四重门 精进是努力 第五重门 禅定是能力 第六重门 智慧是圆满 跨过了这六重门 凡人也就悟透了佛里的精妙 在最终朝向大伯的那一刻 自己也就立立成佛了 一颗勇敢坚定的心 可以勇吻之前 也可以祝福自省